马克思一直是支持民主的,但他支持的方式跟当时激进派政治家和文人是不一样的。 他支持民主是因为民主内涵着反对资本主义政治逻辑。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或者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是财产权决定选举权,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。 这就意味着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是被排泄在外的。大多数激进派政治家支持民主,只是为了民主本身,而马克思却天下来看出了民主本身有危害自由主义的逻辑基础。 大量的无产阶级加入了权力团以后,可以对原有的宪法结构构成重大迫害。 大多数激进派政治家和文人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,认为人民有权加入权力以后,从此和谐事件就实现了,天就太平了。 马克思非常鄙视他们,他要的不是天下太平,而是天下大乱。 尽管他跟激进派政治家一起要求普选权,但是他认为普选权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天下太平,大家都和谐了。 而是恰好相反,给自由主义的船上打了一个洞,让洪水从这个洞里面涌进去,使天下从此大乱,以后他可以沉着普选制造成的混乱状态,把无产阶级动员起来,彻底破坏资产阶级民主。 他非常鄙视那些喜欢用普选来实战天下太平的人,认为他们是天真的、不科学的、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者。 不过,他还是愿意利用他们和支持他们,利用他们造成的局势,给自己心目中认为最可靠的历史前景,创造机会。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嘲笑这些天真的激进派。对于保守派,他是很少嘲笑的,甚至提到他们的时候,口气都带有几分尊重的意思。 他认为那些保守派对现实的理解力比激进派要准确得多,把他们当作是值得尊重的敌人,而把那些激进派来当作是天真的、靠不住的、服不起的阿朵盟友,不过可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开路。